早期癌通常指的是肿瘤在其发展过程中尚处于初期 尚未扩散到周围组织或其他部位 早期癌的诊断和治疗相对来说更有利于患者的康复 因为在这个阶段 肿瘤通常较小且局限在原发部位 以下是早期癌的一些常见特点和相关信息 小肿瘤 早期癌通常是小肿瘤 尚未扩散到周围组织或淋巴结 这使得在影像学检查中更难被发现 因为体积相对较小 症状较轻 由于早期癌通常没有扩散到其他器官 患者可能经历的症状相对较轻 这也是为什么早期癌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被忽视或被误解为其他常见问题的原因 良好的治疗前景 早期癌的治疗前景通常较好 因为肿瘤还没有进一步发展 手术切除、放疗、化疗或靶向治疗等治疗方法 可以更有效地控制肿瘤 筛查 为了早期发现癌症 一些癌症类型有特定的筛查方法 例如乳腺X光射影 乳腺X光射影术 即乳腺X线检查用于早期乳腺癌的筛查 节肠近检查用于早期节肢肠癌的筛查等 个体差异 早期癌的定义可能因肿瘤类型和器官而已 不同类型的癌症在早期可能具有不同的特征 对于早期癌、预防、早期检测和及时治疗是关键 定期体检、遗传因素的评估以及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都是降低患癌风险的重要步骤 如果存在癌症的风险因素 建议与医生一起制定适合个体情况的策略